大家好,今天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两颗兰花 这颗呢是路德 另外一颗呢是巴斯蒂蝴蝶兰 去年的时候他们俩就同时拍过一个视频 今年呢,长了一年,差距非常的大 看这一颗是路德 它长得比较慢,跟去年的视频我比了一下 就长了一片新叶子 这个花枝呢是新长的 总共呢也就开个五六朵的样子 这两朵呢是在去年那个花枝上续花的 香味非常的好闻 这个路德呢是这种淡淡的颜色 很多网络上的那个图片呢是颜色比较深的 这个呢就中间有这种荧光的淡紫色 非常美 再看看旁边这颗巴斯蒂 巴斯蒂呢去年拍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花枝开过三朵花 今年长得相当迅速 长了两片大叶子 后面呢还长了一个侧芽 这个侧芽的叶子也长了挺大的了 然后它今年长了四五个新花枝 好像总共是六七个花枝 开的花相当多 这颗挺让我惊讶的 竟然能长这么快 长这么多花枝 大大小小的花枝总共有二十几朵花 所以非常的满意 今年是相当满意 巴斯蒂蝴蝶兰是相当好养的 我感觉 它特别喜欢长根 看特别容易爆根 之前是在八厘米的盆里 然后整个那个盆就挤挤的全是根 然后呢拿出来以后都没办法脱盆 也没办法拆里面原来的质料 直接呢就换成一个十五厘米的大盆了 塞上以后呢又添了一些新的树皮 看几个月过去呢 这个新根也都长到盆边上来了 长了很多新根 巴斯蒂真的是相当好养 看根系非常容易爆 这底下都是有几个小花枝开了几朵花 上面主要有三个花枝 开的花还蛮多的 这呢之前开的两朵已经掉了 巴斯蒂这个花呢 非常的周正 像个五角星一样 它和另外一款叫玛丽 那颗蝴蝶兰呢 非常的相近 都有这种红斑 叶子是蜡纸的非常厚 亮亮的 它的香味呢 是一种非常淡的 淡淡的清香味 感觉有一股黄瓜的味道 这颗露德呢 它的味道也很特别 有一点奶油的味道 总之也很好闻 这个颜色我也相当喜欢 刚开的时候呢 是稍微有一点点深的 这个开了几周了已经 所以颜色已经变浅了 这边还有两朵花 之前还让我碰掉了一朵 这颗根系呢 在这个盆子里长得还行吧 可能我需要给它换盆了 换盆看看明年的长势怎么样 巴斯蒂蝴蝶兰呢 也是非常容易长高牙的一个品种 就是开的这个花枝呢 都不要剪 有可能就会长新的小的蝴蝶兰出来 它不仅爱长高牙 还长了一个侧牙 无论是什么花 只要开的多 就会相当的漂亮 这颗露德呢 希望明年也能多开一点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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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